接著是第24條,這條是DSC的2012題目 所以做了時要小心一點,因為可能會載入其他部分的行為 做了時要注意,不要看漏了這些資料 現在告訴你,A和B有兩架Train 一架60-50 跟明示我們計算的分別有點不同 就是現在這輛車,其實它會撞車前會撞車 撞車前會撞車前會撞車前會撞車前 現在告訴你,5秒後就會撞車,由這個行為是5秒 A8問你撞車前的速度,這是Motion的問題 所以A是4,U是60,要找V,不止 T是2,所以很簡單 用V即是U加AT就可以了 所以,U是60,A是4,T是5 撞車前的速度,應該是40mps 接著第二條,它叫你畫A那條線出來 A那條線出來,現在一幅圖是這樣的 這個是speed,這個是time 按B就畫給你看,B是現實 好了,現在是60 因為我知道最終碰到5秒時是40mps,所以這條線上會撞車前的 好,接著,現在再問你撞車時 撞車時是這裡 他問你一開始兩個車的separation是多少 因為這個位置是撞車的,5秒時 5秒時撞車時,這個位置是兩個separation 就是等於能型 好,所以現在我們知道Speed Time Graph的Area 就會是他們的 Displacement 撞一下這裡,T是5秒 好,所以我們向後移動的話 A可能是這裡,B可能是這裡 我們只需要計算兩個Displacement相減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這樣理解的話,它很簡單 因為 A的Displacement就是黃色這個部分 在這5秒時,在這5秒行動了Displacement 而B的Displacement就是綠色的部分 所以它們的separation 它們的separation 應該是兩個位置的相間 所以就會是這個梯形的面積 就是這個梯形的面積 最主要把梯形的面積 就是上底加下底,你全部隨意 上底加下底,你全部隨意 成高,高到2秒 所以這樣計算出來的話 應該就會是 850 好 接著B part B part 再問回Momental的問題 現在撞完之後,它會Lock together 所以這個是黏在一起 你記住,現在撞之前沒有撞之後 撞之前是40 不要用60來看 這個是20 撞完之後,兩個車子Lock 再留在這裡 就以一個Comberless V 這個計算 所以Unitial Momentum是44 Mask Mask 題目沒有付 對,題目沒有付 不過它是同樣的位置,我們就先把M 加M20 等完 因為黏在一起,所以它是總的質量 就變成2m 好了 上B呢 30 即是4m 這個就是B 可以了 好了 到B2了 現在告訴你,它的Collision Time 是0.2 Second 而它那個Mask 給了你 充滿5000 記住 現在就問你 Direction 和Malicule Of impact force acting on A 好,A就是後面的答案 所以如果在後面是狀況來的話 Reaction force 如果你看看四星圖 明顯地是向左 因為它減速的 所以 Force是向左 所以你可以 不妨回答答案 Direction 是向左 免得你忘記了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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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做backline 有九個 接著我們就計算它的Force 因為我知道這什麼Force 都是MV和MV 所以我們只要Subscribe 所以我們只要Subscribe 吃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5000 撞之後是30 撞之前是40 除機是0.2 所以 所以 你只要有一個 要找鎖的話 它要問你 MV MV 我可以去看看 是好嗎 是好嗎